好 来看看总统大选这些参选人 现在都在做什么呢 今天是端午节 同时也是毕业季 我们看到了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昨天去颁发市长奖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没有得奖没关系 毕竟奖只有一个嘛 市长奖只有一个 所以他勉励同学要坚持跑到最后 那这句话话中有话 他是在勉励自己吗 毕竟他现在的民调是落后的阶段 侯友宜讲 我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 可是没有关系 现阶段很多的市长讲 可以拿继续加油 很多人立刻联想到前一阵子 在新北市这边有释出一段竞选广告 侯友宜在这一段广告里面有说 我从来没有跑过第二 你看看你很难欺骗网友 因为网友立刻把它倒下来 说你没有拿过第一 也没有跑过第二 所以你就是老三妈 就被苦手了这样子 真的是很尴尬的啦 林嘉欣大家知道 他是地表最强的这个农夫 他是这个云林人 最近他对这个市长的选举 对侯友宜市长有一些看法 他说这个侯市长其实某种程度 就是有一点中了什么阴得到什么果 另外他讲出一些话 他说前一阵子某个侯市长的幕僚 希望我帮忙 帮什么忙大家可以想一想 因为他跟韩市长蛮好的嘛 可能是要帮他们来牵线 帮侯来牵线韩妈 我自认尽力做到一个 低阶好友的协助 可惜那个幕僚小妹 最后被一位副市长打脸 副市长觉得说 你这个低阶幕僚 你不要在那边乱管闲事 多管闲事 所以安排好好的 最后就告吹了 所以最后林嘉欣就讲了 我只能告诉自己 别自不量力 侯市长跟其副市长 能耐大的狠 这一段话中有话的贴文 意思可能就在指控 侯市长跟他旁边的这些幕僚 包括副市长 可能自以为自己很高 可是实际上没有那么高 侯市长跟郭董 看起来也没有搭上天地线 现在双方都还在断线的阶段 到底这一局要怎么串联呢 我们先来看看 侯市长的民调现在还在跌吗 清郭的立委 清郭台铭的立委就爆料了 说郭台铭九月再度出现 真的假的 如果是这样 不是又是天下大乱了吗 这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某立委 清郭立委 他说因为九月就是四年前 郭台铭推出国民党 并且升起恢复党籍的时间 所以九月他会东山再起 陈玉珍更说了七二三 国民党全代会当天之前 你党中央要有一个决断 不是为了个人 而是为了大局 你看起来好多好多声音都出现了 另外蓝银小鸡前一阵子 不是都在跨党吗 要找母鸡说 柯市长也可以来帮帮我们 柯市长也可以来站台 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开始要订令规范 才报备制地方党部没有同意的 你不能跨党找人站台辅选 像是淑慧像这个不行 就已经被禁止了 而另外韩国瑜的动向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 柯市长柯主席柯文哲被问到说 如果假设你当选 你可能会找韩国瑜来合作吗 柯文哲的回答是说 那就看看他可以做什么 如果有适合的职位 不排除请韩加入团队 大家可以过去看一看 这个韩国瑜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曾经说过柯批 这个三顾茅庐 曾经愿意从台北到云林来找他 然后把他请出来 他认为伯乐去找千里马 这个是make sense的 可是我们国民党 从来没有人把我当一回事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两个人某种程度 有一点点欣欣相惜 可是你再看看过去 其实柯打韩也是打得不遗余力 过去他批评韩也批评超多的 你看看这些都有留下记录 反走过必留下遗迹 必留下痕迹 所以他要讽刺韩国瑜 要打韩国瑜 可是韩国瑜的票他通通都要 选举不就是这样吗 票多的赢 郭正亮他就说了一件事情 他说韩国瑜不合体 侯友宜其实原因是什么 原因还是在解铃 必须要有这个系铃人出来 包括韩国瑜认为侯友宜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现在跟你合体没有用 等你造浪造起来了 然后韩国瑜最后才滑上去 把你的浪放大 也就是说你自己还是要先自立自强 你的民调可能要从十几%到20% 甚至到30% 大家才开始锦上添花 帮你把浪造到最高 所以侯市长还是必须加加油 另外还有人在等韩冰吗 讲的不是现场的这位韩冰 而是韩国瑜的女儿 其实韩冰已经透过管道说 他没有兴趣了 可是据说国民党中央党部没有放弃他 据说还在等他7月2号 替要替这个党内的总统参选人 也就是侯友宜要在新北造势 那个时候想要请韩国瑜出来站台 然后韩冰还是希望他可能点头 来参加台北市万华这一区的立委 有可能吗 来先请教韦翰 维翰怎么看 这一题这个话题 议题 整面 倒不过来个全框好了 话题还是太大了 可是我们整张做成这样 我倒想问 左半边在讲说 韩国瑜会不会挺猴 联络得上 联络不上 右半边在讲 韩国瑜会不会挺柯 制造单位没想过 韩国瑜如果挺柯会怎么样 对不对 你怎么只有挺猴跟挺柯 两种选项 加进来 如果韩国瑜挺柯会怎么样 我们先跟大家讲 郭台铭他是不是国民党党员现在 不是 不是嘛 那郭台铭可不可以参选 中华美国总统 那看他有没有被耻夺公权 看起来就没有 他可以 那要怎么选 就是要联署 联署是什么时候 9月12 各位大白话的观众朋友 今年的9月12号 我们的中全会公告总统 副总统选举 公告当天是礼拜一 9月17礼拜五之前 只要有任何一个人 嘉宇也可以去 说不要选立委了 直接选总统 当然他不会 你就可以领表以后独立参选 28万人联署45天 那如果郭台铭9月去领表 你不是清郭人士讲 他9月会动起来吗 他不会9月才动起来 他现在已经动起来了 他前两天在脸书那边贴 连那个核能配比 25炮都开出来了 我们从来没有人开过核能配比 可是他连这个都已经有了 表示什么 那我去问了 了解情况之下 郭台铭身边 现在目前在组智库 不管是财经 能源各项的这些 专家他都找来了 有我们新闻圈的大佬级 比我们都资深的大佬级 神之携手在里面 然后有这个以前 马英九政府时期的 国师级的政务委员 也被他找去了 财经专家 所以他在组他的team 然后他现在又发脸书 然后他又到处去 你看他去南投 他去哪里 他去跟赵荣卫见面 然后又有那个 先前传出的那个 我们也去确认过的 就是席间 就是什么希望我能赢 我一定能赢 所以看起来他是想选 那郭台铭这里面 也是有两派 一个是主制派 跟组合派 主制派其实很简单 我们不浪费时间 主制派派的感觉就是 侯友宜既然现在都已经 民调掉到第三名了 你只要出来 你就会压侯 然后佩科打败赖 你把侯友宜压下去 然后柯文哲 你出来以后柯文哲 民调可能也掉下 也许 那柯文哲会不会跟 郭台铭合作 变郭科配 然后你就可以赢赖了 所以主制派派认为说 你出来可以赢 那组合派就是不行 戏卡都真的到时候都没水喝 最后就是赖清德被保送 所以主战跟组合 在郭台铭阵营当中 两种意见都有 那最后就看他自己要不要 那倒回来讲 刚刚我所讲的 你现在去看 韩国瑜跟柯文哲 到底会不会去帮谁 或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 他都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他还没有做决定 对 因为 他当然不会希望赖清德当选 可是问题是 侯友宜如果现在目前 确实是第三名 他如果拉上来 刚刚我们图卡在讲说 不是第一 不是第一 那一定是老三 我跟你讲 他在警大的时候 大学毕业的成绩 我还请尤育来委员帮我去调了 他是第四名 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第四名 第一名是陈文哲 警大校长 先前有风波 对第一名反而是那个人 但是侯友宜 他今天 今天是端午节 他有他的市政行程 面对那么多记者 在问他第三名 他今天很有信心 明年520 我当了总统之后 我要怎么样 他很有信心 他对于他身边的朋友 侯友宜觉得他会赢 他没有放弃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现在目前要论断一定如何 还太早 当然 陈玉成讲是正办 如果723全大派之前 民调都不到20% 国民党立委会慌 他会觉得说 我们今天这个母鸡 怎么带我们赢 我们全部都一起输掉怎么办 所以侯友宜必须要赶快 把他的民调拉回来 之后包含郭台铭 跟韩国瑜的动向 就会比较明确了 来 请教兵哥 我觉得就是 侯友宜其实如果你要帮他解释 他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 他是说他在班上考试 没有拿过第一名 然后跑步没有拿过第二名 当然有人认为说 那你这样就不是第三 谁说了 以下的情况他可能第四 谁规定他一定要第三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个都大家去凑 重点就我觉得 侯友宜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他的团队好像不太容易 接受别人的意见 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走出你自己的步调 让人家可以看得出来 你是有办法的 那别人就自然会闭嘴 那可是问题是 至少赫尔宜从被征召 到下一个多月的时间 看不出来有什么办法 他是非常少见的 就是征召的时候 没有庆祝行情 就是民调 他被征召的时候 没有显著提升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路往下掉 而且是每况愈下 好像赫尔宜不管做哪一些努力 不管是拍影片也好 演讲也好 做什么动作结果就是一路往下掉 那显然他的目前的策略 现阶段的策略是有问题的 可是他现阶段的策略有问题之后 请问一下怎么改变这个东西 是纳入哪一些新的人才吗 或是怎么样 目前看起来还是那些 国民党的那些人 那如果都是类似的人 同温层的人 不断的加进来 人越来越多 其实在我看来只会造成人多口闸 那结果还是一样 不会有变 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会期待说 你是不是应该要来个刺激性的行情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很期待说 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跟韩国瑜通台 甚至能够跟郭台铭投台 是不是能够把整个声势 至少拉起来一波 然后你才好去操作其他的东西 可是看起来 河友宜好像是老神在在 因为他一直告诉我们说 他跟韩国瑜常常在通电话 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你常常在跟他通电话 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跟他见面 我也觉得很怪 当然也许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可是现在问题来 就是刚刚韦翰讲的 郭台铭的动作是非常明显非常大 他没有再怕了 他早就什么地方都已经传好了 然后该见的他一个一个都去见 他现在去见这些人的这个频率 比后遗还高 后遗是国民党征兆要选 郭台铭是自己还在犹豫不决的 结果他的动作比你还大 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然后韩国瑜 我比如讲其实亮哥的猜测 是认为说韩国瑜要等那个侯友宜 到一个生事之后 他才会出来帮他站台 说真的因为我对韩国瑜了解 我不认为是这样 我认为是侯友宜根本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直接邀请他 有通电话 对 有通电话 但是没有 侯友宜并没有在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说 不是 还没有说要请你出来帮我站台 还没有讲过这句话 那对韩国瑜这边来讲就是比较 人家也没说要我去站台我去站什么台 不就是这样一件事吗 那7月2号现在已经放消息出来了 说要办一个大活动 那说到时候韩国瑜可能会出现 所以一些重量级的人可能灌溉云集 可是请大家注意 这不是公开活动 这在饭店内部 决一下这什么意思 是怕人揪不够很难看 所以现在 所以在饭店里面先 先模拟考 看看是不是能够聚集 如果聚集不起来的话再说 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侯伴的一大堆的做法 都是让我看不懂的 可能真的我天生比较愚蠢 这个应该也不是 这个的确真的是物理看花 不过林嘉欣这段话 大家也可以来参考参考 因为毕竟林嘉欣跟韩家 跟韩国瑜还有嘉芬姐都蛮接近的 她说侯友宜最大的问题只有一个 因跟果 你长时间对地方不闻不问 甚至连某些县市邀约站台都拒绝 这就是地方这些牛鬼蛇神 共同的内心化 解铃还需细铃人 所以问题不是韩国瑜 问题也不在郭台铭 问题就在侯市长本身 解铃还需细铃人 自己要把这个结给打开 我们也讲了很久了 可见这个侯市长可能还没有听到 来 请问嘉宇 我觉得侯友宜整个参选的过程 从一开始的牛鬼蛇神说 到现在选后其实都已经 被征召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可是没有办法去整合侯友宜跟 整合这个郭台铭跟韩国瑜 这个是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从这个韩国瑜的生日寿宴 那个大合照 所有的重量级人士 包括谢典玲 张荣卫等等 这些侯友宜最需要去拉拢的人 都在现场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再怎么样 都应该要去现场 拿着蛋糕 拿着什么礼物去 礼多人不怪 说实话你就唱着生日歌 然后拿个蛋糕捧进去 然后找你去 我相信现场的人一定都会吓到 而且也是会很开心的 所以我是觉得侯友宜这个真的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 而且你看韩粉的动作 其实非常的多 从之前的这个动尾条哥的 那个网路的影片 把当初侯友宜怎么奚落 韩国瑜那个影片剪出来 而且得到很多的点阅率 大家都是冷暖在心头 如果今天侯友宜多做一些 让韩国瑜感到窩窩心的事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都可以化解 因为毕竟韩国瑜 我相信他不是心眼这么小的人 我自己所听到就是有两面 一面是说 韩国瑜其实一直很希望能够帮侯友宜 也很乐意来支持他 可是迟迟等不到侯友宜的一通电话 或者是等不到相关的这些 可以制造两个人和解的机会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韩国瑜这边包括你看可以看到林嘉欣 包括这个潘恒旭 前阵子也在脸书上贴说 侯友宜连六份民调都是第三名 你怎么选下去等等 就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身边的人都替韩国瑜抱不平 而且都对侯友宜颇有为辞 所以我觉得两面的说法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其实韩国瑜身边的人 是有点替韩国瑜希望说 侯友宜你应该要多放一点心思 怎么样去把过去的这些问题能够米平 但显然侯友宜觉得不急 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还在好好做事情 或是去校园里面讲一些 言不及一的事情 但大家我相信对蓝莹来讲 最希望看到的就是 侯友宜赶快跟韩国瑜 能够跟郭台銘合体 但是我觉得错过了很多机会 导致现在你看到的侯友宜 只剩下自己跟朱立伦两个 难兄难弟 其他人我是没有看到 好 我们先进下广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